2012年 亞洲先生競選貴軍黃俊鋒 去年8月份 在大佬邊吳志鴻與深圳開設的餐廳內遇襲 據指當時兇童目標明確 衝上前趁著Jason揮斬 Jason因為躲避不到 連中三都血流不止 他被斬至臉皮磨落 左手和左腰都有不同程度的嚴重受傷 生命差點就冬過水了 幸好吳志鴻出錢出來 將他及時送院救治 不過兇童在被捕之後表示點錯傷 Jason這次已經是蒙莽之災了 施駕多月 Jason近日終於在社交網分享最新近照 見到他面部的傷勢復如理想 似乎沒有留低巴痕 令到網民直呼奇蹟竟然完全零下癡 不漏而充於運動的Jason 開始積極做GymTrofit 伸延明顯被治療期間又大隻了不少 之前他曾經一度擔心慧容影響日後生計 不過如今他已經全面重新投入到工作當中 一切都終於漸漸回到正軌 正所謂大難不死 你必有何福祝Jason身體健康 2023一切順利加油